坐在电动轮椅上 操控自如的进教室 还能自己瞧角度 还记得她吗 她就是九年前 因车祸重伤的许许 当时一度昏迷 醒来后只剩下头部能动 而转眼间 十二岁的她 要从国小毕业了 排练照片中 许许领的是校长奖 成绩优秀 妈妈说许许自我要求很高 对学习更是如此 虽然靠着嘴控笔比较辛苦 但不喊累 许许也和一般的孩子 一样爱打电动 但妈妈说六年来 许许几乎是全情 即使远距上课 也是早早起床等老师 对老师和同学 一路走来的陪伴 只有感谢 祝你学义进步 这是2016年 许许上小衣食的画面 脸上似乎有藏不住的紧张 六年过去了 一路陪伴她的妈妈 感性地说出 为人母最大心愿 希望许许能翻转人生 继续当个快乐的过重生 华士新闻陈建邦 宋文娟荣浩北 嘉宜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 华士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士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